早上10点54分 大钢牙再次进行拆除 但动工紧不到15分钟 随即喊咖 住户新系的大楼在一旁紧钉拆除作业 所有家当都在屋内说到眼眶泛红 但拆除作业停了又起 一刻也无法安心 目前先暂停 那我们打算从台北调了四部的请协议 安装之后 同时我们会把这一侧的钢管钢骨支撑再增加 它的支撑强度之后 我们打算下午才会再继续做接续拆除 大钢牙5号晚间8点开始动工 先从最上方开始拆除 三小时后停止动作 因为余震不断加上大雨视线不佳 导致天王新大楼又往前倾斜一公分 拆除作业因此受阻 安全的鉴定 还有拆除还有复原重建 新政院要全力的协助 花莲线 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来合作 我们要赶快进行相关的善后工作 拆除过程结构出现倾斜 团队研讨该如何强化结构 正后就在第四天滚动式调整 以安全为首要口粮进行后续作业 三地新闻旅员黄国磊崔道云华联报道